市民旅行 跚文童 好可愛 好 來 我覺得這裡面真的還滿艱難的 到處都是珊瑚 而且你會知道說 不行 我快碰到它了 搞定 我覺得綁珊瑚比潛水還難 其實這個它不難 它是比一般室內延長還簡單 這不難 它是垂直的 這怎麼爬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等一下 你剛剛怎麼踩的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上來就找不到 它剛剛怎麼踩 它剛剛好容易 嗚嗚 嗚嗚 因為它水很乾淨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 加油 你身上的衣服很小健耶 來啊 加油 嗚 太難了吧 大理 那一片 嗚 嗚 嗚 其實這裡的岩石 真的滿適合攀岩的 我們到龍洞 台灣的岩石 嗚 鬼斧神宮四個字 用在台灣的東北角 是再貼切不過了 這樣的地形形成 已經有三千五百萬年了 東北角有一個地方叫 龍洞灣 而龍洞灣的龍洞這兩個字怎麼來 有人想過嗎 有人知道龍洞 為什麼叫龍洞嗎 嘿嘿 不知道吧 跟哥走 我們來去一探究竟 這次來到東北角 哥 除了要帶你探索龍洞 更要深入這個海角新樂園 解鎖全新視野 走 先來看看 聽說有人在這九孔池裡面 種 山 湖 怎麼樣叫 珊瑚媽媽 哈囉 小趙 你好 叫我大名 對 這邊是種什麼 其他人都在養九孔 但是我們都在種珊瑚 因為我自己的認知是 這些都是九孔池 對 就以前這邊很多人在養九孔 這些都是九孔 下面會有一片一片 養九孔那個石片 很整齊的石塊 對 石片這樣 所以這邊現在你們在種珊瑚 對 種珊瑚是一個什麼概念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幾十年來 我們人類對海洋的使用 已經有點過度使用了 所以珊瑚礁被破壞得滿嚴重的 那我們自己在玩水 對 我們覺得說我們對海洋 有一份責任吧 這麼說 那如果能夠把珊瑚 變成像以前那麼漂亮的情況的話 那不是還給海洋一片美麗 這些小朋友他們是 小朋友是我們每年夏天都會辦的浮潛營 浮潛營 是 嗨 嗨 嗨 像昨天他們已經先練習好了 對 今天他們就要來種珊瑚 種珊瑚 我們從那邊下 好 好 OK 你說這個繩子要幹什麼用 我們把它當作 種珊瑚的基座 因為其實在我們那個池子 它面積不太大 那我們就利用繩索 把珊瑚種在裡面 讓它可以淋空 這樣它長的速度也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們在野外 在海裡面看到的珊瑚 它都是這樣 一整座 然後在珊瑚盤上面 然後石頭上 然後就全部長得亂七八糟 這樣全部長出來 對 那我們種的話 種在這上面 然後它要去哪裡 那我們的目的在於說 我們種好的珊瑚 我們要想要移回去外面的海裡面 那如果說用繩子的話 我們比較容易移動 如果是一大顆石頭 抱著抱著 對 所以這邊的珊瑚來源是在哪裡 這裡面現在現存這麼多 都是因為它在海裡面 被我們碰到了 睡掉了 或者是它自己互相碰撞 來 我們選健康一點好了 這些比較白的 就是比較不健康 OK 這是什麼珊瑚 這個是雀瓶珊瑚 雀瓶珊瑚 對 它原來只有這麼一小片 真的 對 只有中間這樣一小片 就等於算一個指甲的大小這樣子 然後它長成這一整片 對 這個是什麼珊瑚 這種 這是軸孔珊瑚 軸孔 軸孔 就是所謂 它是一個軸 然後上面有好幾個小小的孔 對 所以叫軸孔珊瑚 好吧 我們先拿這些 來 這一條線的話 我們前後大概 這裡留20公分 因為我們要綁 對 一指弧 一掌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直接 很簡單 然後就這樣 對 就這樣 然後你試試看它是不是穩固了 然後就這樣把它撞到手裡面去 對 因為我們這繩子泡水會膨脹 好 那你看現在你要抓它出來 其實是很不容易 對 你看這個很淺色 對 這個比較深色 對 這個最深色 對 可是很明顯的一個是暗綠色 一個是暗核色 對 暗綠色是已經有藻長上去 長上去的 所以髒髒的藻長上去 這一株就是已經死掉了 藻才長不上去 如果它是活的 它身上會有黏液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在觀察的時候就會這樣看 所以櫻歌魚跟珊瑚魚 牠們就吃這裡 對 對不對 你看牠們有藻類 而且因為牠想吃的東西 而且很妙 你知道櫻歌魚 吃掉珊瑚以後 排出來的是什麼 便便 牠的糞便是什麼你知道嗎 撒痕 是沙 櫻歌魚排出來的是沙 所以不要再吃櫻歌魚 櫻歌魚對這個整個大海潮 其實是滿有幫助的 而且那些死掉的珊瑚被牠清完之後 又有空間在掌心的那樣 對 因為死掉的珊瑚牠還在 牠還在那邊 牠還是一直生在站的位置 站在那裡 珊瑚媽媽說 其實珊瑚也是魚類棲息地 與繁殖後代的育嬰室 是海洋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所以希望透過種珊瑚 找回快速減少的珊瑚 牠的成長速度有多快 這種走逢珊瑚是最快的 ㄟ一年可以有10公分以上 哦alt 你想這個如果再這樣 牠就變這樣 明年牠變這樣 然後如果是這幾隻 對 因為牠不會只長單根 對 酷 你會贏啊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海裡面啊 去到像有珊瑚的地方 麻煩你先把自己的福利鍊好 跟中心福利鍊好 而不會在下面載福載成 你隨便一踢 珊瑚就斷了 你知道你的臉 稍微這樣拖到 那珊瑚就斷了 更不用說你直接踩在它上面 它就死了 珊瑚嗎 那邊綁一個 這邊綁一個 這邊綁一個 這哪有你的是中間 兩條繩子的中間 對 我 這給你 對 這寄給我 那那一端給我 我們綁的時候綁活節 活節 OK 我綁這條的下面嗎 這條 這條的頭 對 好 我綁那條的頭 好 來 我們的福利就是三五五的桌頂 OK 好 要不要去這邊去綁 好 好 這裡面 這裡面真的還滿艱難的 到處都是珊瑚 而且你會知道說 不行 我快碰到它了 不行 我快碰到它了 來 然後它必須要繩子 它一定要綁在那個底的上面 它不能脫 因為一脫底它就掛了 搞定 來 好 你好 我覺得綁珊瑚 比潛水還難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邊它是一個九孔池 空洞這一塊 它的九孔池都是直接就蓋在海邊 因為它需要它的長退潮 所以我說這裡的難就是因為 我們就是等於像在一個 不是安靜的水池裡面 它一直會這樣 好 飄來飄去 水下的工作本來就像陸地上那麼穩定 那麼容易做 對 對 好啊 好開心喔 小豆子 我們把珊瑚都起來之外 那接下來幫我們除一除雜草 除雜草 為什麼 因為珊瑚跟海藻 其實在海裡面是競爭棄地的 對 如果長了海藻 就不可以長珊瑚 對 所以在我們的池子裡面 這麼有限的地方 其實會長很多的海藻 那我們就想辦法把那些海藻 先除去 OK 來吧 那我們浮過去那個 鐵網架那上面很多的海藻 聽海藻 想不到海底也要除草 也算是人生中的第一次體驗 不過說實話 在海裡除草還真是不簡單 還好我平常有練過水性還不錯 不然這下子就糗大了 這海藻也多 這蠻多的耶 而且我覺得這裡如果有魚的話 牠們會很爽耶 這裡全部都是海藻耶 我覺得你們真的應該在這裡 富裕白毛黑毛鷹鴿魚的 我覺得會成功耶 因為這裡食物很多啊 我覺得會成功耶 而且它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螺對不對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看珊瑚裡面 請你把那個螺幫我用那個 把它夾出來 把它夾出來 那我們會檢查一下 裡面是寄居蟹還是結螺 OK 結螺是吃珊瑚本體 珊瑚本體 對 那我們現在下去找結螺 對 我們去找結肉 結肉 除了水性要好 眼力也要好 富裕珊瑚還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珊瑚媽媽說 當初他們也是一步一步 慢慢摸索出來 才知道怎麼照顧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吧 那你找的時候 盡量往珊瑚的基部找 現在這一盤 它看起來基金蟹比較多 對 基金蟹沒關係 基金蟹就不除了 綠區的珊瑚的話 我們耐耐種了三年左右 那你看現在幾乎可以到一個 小便島的大小 對 對啊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上面要鋪這個網子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等一下 你剛剛怎麼踩的啊 怎麼都看不到它怎麼踩 再高一點 我覺得攀岩看起來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我上來就找不到 它剛剛怎麼踩 它剛剛好容易哦 我現在 在哪邊啊 除了這個攪岩出去以後 就會面對到真正的太平洋 找龍洞 這太難了吧 會 我們到龍洞 台灣第一人 台灣第一店 你看現在幾乎可以到一個 小便島的大小了 對 對啊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這上面要鋪這個網子啊 有沒有看到我們底下的珊瑚很白 對 對 因為最近這一點一整個月 對 這個太陽光太強烈了 然後造成我們的水溫 你很像在煮開水一樣 尤其九孔池的水只有一點不滴 對不對 那這裡的水溫比外面會高低到 是水溫的問題 其實環境是互相影響的 如果說我這裡是流動的水的話 對 那就沒有問題 對 可是相對的這裡是屬於一個 人工地 人工地的海溫 對 對 它的深度就這麼淺 所以它的溫度也排不出 就像是我們在養海水缸裡面有沒有 你需要一個冷水機 你也要讓水降溫 降在25到30度之間 是 的這種概念 但是這是海水 我沒有辦法買到最近 海水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大自然暖化這個 其實還是要靠大家的幫忙 是 要不然水溫只會越來越高 珊瑚是不是健康 我剛剛講的 越深色越健康 對 越淺色越不健康 因為就白化了 然後再繼續下去就死掉了 對 那這是澳洲坤士蘭大學 他們發展出來一個很簡單的 對 測珊瑚是不是健康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這一欄的珊瑚 剛好很直接去看 他們的顏色到底在哪一集 OK 偏綠色的你就用綠色去比 偏 核色的你就用核色去比較 所以其實可以找一個白化的 幫我們比比看 這一邊 這一區就 這一顆就滿一個 這顆有深有淺 中珊瑚好像也沒有那麼容易 反而在家裡養海水缸比較容易 只是說 我們靠電子版 我們要的是富裕的概念 而不是只是養 對 對 其實這個富裕真的 感覺上花滿大一段時間 每一年長個 好啦 也許有10公分好了 那你看 10年也才100公分 那以後 我們在海裡看到那麼大一座 你知道要長了幾年 所以 Oh my God 當你下潛的時候 不小心踢掉一座的時候 對 你踢掉了多少年的心血 是的 接下來我們要 讓我們的小朋友 一起來種珊瑚 來 再來 小孩 我們是不是期待 種珊瑚很久 對 對 趕快你要種哪一個 種下一個個的珊瑚 也種下未來的希望 透過種珊瑚 希望喚起更多人 對這片海洋 多一點疼惜跟反思 因為只有懂得珍惜 才能好好的擁有 不是嗎 而這裡的美好 不只如此 漁村裡 還藏著其他的寶藏 走 繼續跟著哥哥去探險 來到東北角龍洞灣 漫步在漁村裡面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知道漫步在漁村裡面的時候 你第一個一定要找的東西 沒有人會錯過的 就叫做 石花洞 來這裡沒有喝過石花洞 你就等於沒有來過東北角 我覺得能夠出外景是幸福的 而且能夠跟著願意帶你到 任何私房景點的人 那是幸福的 所以呢 我們就一路排排隊跟著 我帶你們來去找一家 漁村老船長們 漁民們的私房菜 GO 讓我鄭重為你們介紹 龍東灣老船長 船長 船長今年已經77歲了 77歲 我說他看起來像50幾歲而已 你每天還是會出去嗎 現在這一段時間 夏天沒有魚 我就沒有吃 夏天 我不懂夏天為什麼沒有魚 夏天沒有魚 他們溫度比較高 溫度比較高 海水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他只有白毛 只 你說 只有白毛 對 白毛對我們來講多好吃 你知道嗎 我也 漁村鎮港的傳統料理 食材是老船長自己抓的 就連料理也是老船長親手煮的 不管是小卷 白毛還是鬼頭刀 想吃最新鮮的海味 來這裡就對了 白毛很好吃 白毛超好吃 白毛超好吃 我們來吃是好吃 對你們說不是好吃 不是好吃 你們吃才知道 對我來講是好吃 因為我本身就愛吃白毛 但是因為白毛會怎麼你知道嗎 它會有一個 早味 對 所以白毛你一定要怎麼樣 趁熱吃 趁熱吃 對 給它拿兩條 Oh my god 你這個吃吃看 等一下 這個 它的肚皮 肚皮 白毛肚皮 你看 油脂豐富 這個肚皮 油脂豐富的白毛肚皮 所以就要吃吃肚皮這一塊 最好吃的 跟背的肚子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好好吃 那個肚皮的油脂真是 它有一個甘甜甘甜的味道 好吃 所以我們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對 對不對 所以你從小就吃一口吧 對 所以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吃魚會變年輕 真的嗎 真的嗎 你面都紅了 你不要說你 皮膚黑黑的看不出來 就是吃魚配飯 吃魚配飯 對 你們都市人就是 我們是吃飯配魚 吃飯配魚 就是這樣 真的 我們今天是不是這樣 我聽出來它那個驕傲的程度了 我們沒什麼 我們就是吃魚配飯 你們這 你們這都市人 浮露壽三大元老 你們是吃飯配魚 OK 先吃一個吧 請用 好好吃喔 新鮮的魚貨 抓到什麼就煮什麼 所以啊 每個時候來這裡 都可以吃到不同的驚喜 還有東北角最經典的特產 就是當地海女 直接下海採收的石花菜 石花豆 對 這就是石花豆 這就是石花豆 就這個 就這樣就是養生的 我們先吃一口 石花豆 不用了 你看 這樣 新鮮好吃耶 對面的阿伯跟旁邊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在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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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石花我們再回去煮 然後煮成這樣黏稠 那要曬太白 曬白 曬白 石花豆是曬白的耶 對啊 它跟人不一樣耶 人是曬黑的 石花是曬白的 石花長這樣子 這種棗長這樣 它就叫石花嗎 九位 今天來吃了漁村裡面的私房菜 你自己青年 你看到整個龍洞灣的這個變化 變化很大 我們小時候的時候剛才吃過嘛 現在邊來公路還沒通 我們這裡是隨便啦 你要 這裡就是 下去的龍蝦就很多啦 上金的 上金的 就隨便都有上金的龍蝦了 所以你們早上就是龍蝦配稀飯就對了 龍蝦中 它還有龍蝦還有什麼 在這裡 就這裡的 這裡就是海膽 海膽 龍蝦 九孔 九孔這會生的喔 這麼大喔 一煮一兩兩以上的喔 這麼大的九孔你吃過嗎 那個現在也沒有啦 現在都沒有 那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嗎 就是 爪光啊 對啊 你看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吹著海風 享受著漁村最新鮮的私房料理 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不過 當然不能忘記 今天來東北角最主要的任務 那就是揭開龍洞的真面目 走 燈哥去拜訪一群年輕人 聽說啊 只要找到他們 就能看得到龍洞的真面目喔 我聽說這邊 你們這一群年輕人很會玩 是 我們就是一群 以前就是愛冒險跟背包客 或是去其他國家旅遊 那我們也有一群就是從特戰 就是閃兵隊伍的教練 閃兵 對 就是特統多戰部隊閃兵 就是一群被閃兵擔任的玩家 可以這樣講 應該是說閃兵 啟發了我們的玩心之類的 真的喔 跳過傘什麼都不怕 然後就很 什麼都想嘗試 我這次其實是想來找 龍洞這兩個字怎麼來的 大家知道有兩種說法 一個就是它 因為它延綿的一個 海岸線 非常的彎曲曲折 像交融在盤踞的一個 那個 區域所在 聽起來滿美的 對所以就是他們就命為龍洞 那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它在比較深處的 就是龍洞灣外面 就是延綿好幾公里的 攀岩的 國際級的攀岩場地 攀岩場 對其實龍洞在 以國外的夥伴們來講 他們會知道龍洞是因為攀岩 其實龍洞這邊攀岩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它的場地 我們等一下會從 這個比較有名的潛水點 叫四號潛點 四號潛點 我們就下水 然後呢 我們就會滑出這個龍洞灣 這個是龍洞灣的海口 這個地方就是 最近比較紅的那種 跳水秘境 它叫珠海礁垢 大部分人都只到這邊而已 對 那我們就是在地人 所以我們 就是可以更深入 我們就是再往下滑 滑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龍洞大海蝕洞的地方 這邊有兩個大的 很大的海蝕洞 一般人它只能在 龍洞夾步道的觀景台 就是用圓跳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比較特別的 在地的玩法 我們滑 都講進去 跟它近距離接觸 甚至我們可以直接進到洞穴裡面 這裡面 是 目標就是龍洞 目標就是這裡面 我剛剛所說的 第二個說法就是 它的洞 它的洞口就很像那個龍的巢穴 OK 對 所以它第二個命名的來源的說法 就是說龍洞 所以就是那個洞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挑戰 從海上 因為它水很乾淨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跳到頂 不要跳 你身上的衣服很小健 來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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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第一点 今天就是要挑战从海上 跟着这位身兼救生教练 水费潜水教练的欧夫出发准备错了 不过欧夫说要下海前先上山 先带我们去文明国际的龙洞演场 欧夫 是 来来来 我们先等一下 你先来 好的 你说我们现在要去这个 是 这角度怎么那么大 这大概几度 这大概也有个80 80有 这个琴脚80 很陡 怎么上 靠你的 怎么上 吻他 狠荒之力 哎呦我的天啊 这是初阶的 对这算初阶下门口 通常我们就机不得 只要告诉你说 一旦到了初阶 你还不去吗 我们 去看看就好 好 走 去看看 好 龙洞演场绵延四公里的海岸线 是全台湾最大的户外天然演场 地形变化多端 攀岩好手 各个都是趋之若鹜 等一下 这个是 是 豆哥 你好 豆哥 你好 你好 阿松教练 我是小豆 嗨 你好 你好 今天要麻烦你了 不会 你可能要爬给我们看 OK 没问题 首先 你之前有玩过攀岩吗 有 在那个就是攀岩馆里面 就是固定的 有没有 就是一般叫做共荣公园 共荣公园里面不是有那小小的一片一片 你就爬那个而已 反正有爬过就好了 对 其实这个它不难 它是比一般室内延长还简单 但是它唯一的困难是什么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这种 这不难 它是垂直的 这怎么爬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是内寝的 内寝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注意看 你看它石头是不是都往内凹进去 凹下去 所以说只要你的脚 你敢勇敢地站起来 手指稍微保持一下平衡 就可以了 对 对 哎呦 怎么被你讲起来 我突然间有点信心 真的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 没问题的 真的吗 对 小差一点 教练 是 问你一个问题 攀岩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为什么你会 我看你聊攀岩就是很 很有热忱 其实我觉得攀岩 有时候你爬高下自己 但是你爬上去的那一刹那 突然间你会觉得心胸开阔 你会觉得很舒服 对 很愉悦 就是挑战过关的感觉 对 你会觉得很愉悦 天呐 好啊 来啊 Oh my god 好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应该会走这条 中间这边 对 这一个 我应该会走这条 然后上去 从这个的这一块石头上面走 走到这里 首先我跟你讲 我们的绳子没办法这样做得到 真的吗 你绳子会一直转弯 会很卡 那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爬直线 一定要直线 对 你稍微让你那个 往左 右偏一点点可以 可是你不能偏太多 这里 我们从这边绕过去 从旁边绕过去 但是前面这里很难 好啊 试试看 好 那我就要选择这一条了 我试试看 好啊 好 OK 好 说得简单 一边穿装备 一边就只能感觉到自己 不停加速的心跳声 看着教练俐落的身影 我真的可以吗 刚刚其实说我们攀岩 其实他不是靠马力 他是有点自取你的路线 对 他其实是一个考验你智力 你要用技巧 然后去判断说 我在下面观察路线走 我觉得第一个要上的人 然后 我现在还是要看他踩哪些地方 但是我等一下应该都忘了 他爬得好优雅 我会不会就是每一段都在休息 我手都会流汗 我看他爬 我手都会流汗 OK 他这样就可以直接坐下来了 对 中哥你有下来过吗 我有垂降过 下来就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关 然后屁股坐下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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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攀登 这下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接近90度的天然岩壁上 安全是绝对重要的 完整的装备和专业的教练指导 缺一不可 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步一步地突破自己 对 就这样起开 等一下就像这样 我们到这里就好了好不好 我们到这里就好了好不好 从这 他刚刚怎么踩的啊 等一下你刚刚怎么踩的啊 我都看不到他怎么踩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有点要踩 对 对 我要走 我觉得攀岩看起来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上来就找不到 他刚刚怎么踩 他刚刚好容易哦 我现在 在哪边啊 对啊我要到那一格啊 但是 哦 找到找到 找到了 哎呦 离地面越远 我的心情啊 也就跟着越来越忐忑不安 手要抓哪里 脚要踏哪里 问到我自己啊 都怀疑人生了 看教练爬得轻松自在 但自己爬起来 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 虽然难免会紧张 但在微风的吹拂下 一步一步继续往上爬 冲啊 挑战自我 就是突破极限 我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给你看 因为我看到他了 OK 最后一个勾环在这里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 攀岩 其实也是让你一个 无法想太多 你会忘记 所有的事情 你只要记好你的每一脚步 每一只手 都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好 这感觉非常好 我觉得有机会 你真的要来试试看 YES 通过欧夫给我的第一个挑战 国际研场 成功解锁 信心值大增 接下来呢 我已经准备好迎接 下一个挑战 那就是乘坐在SUP 从海上揭开 溶洞的神秘面纱 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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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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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航的教练 OK 对 我们这位是Emma 对 他也是救生员 救生员 对 这位呢 就是我们自由潜水的教练 哦 你好 对 就今天会跟我们一起 去挑战这个 在海上看溶洞的这个 哦 我看到在拖海上拖的那是你拖的吗 后面拖的 哦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靠你 对不对 没有啦 还是靠自己最安全的 因为SUP的奖在自己手上 把握自己的生命 就是靠自己 我们只是一个影行 引领的角色 那所以我们如果想拍照的话 就把奖放下来 他还是会继续动 会会 对 所以 因为他在前面一直拉着我们 一直往 你最最高纪录 你拉过几个人 我们一般以安全的人来说 都会一到五艘 一个教练配一到五艘 这样子 头认识开始要分清楚 板头跟板尾 好 这边是弹力绳的部分 有人分不清楚 板头跟板尾的吗 你曾经有碰过 真的有 真的假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奖杆 在收纳的时候 可以夹在这个弹力绳 然后我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救命绳 把他绑在脚上面的 OK 那绑右脚或左脚都可以 不管是上山还是下海 想要玩得开心 老话一句 安全绝对是必要的条件 在路上做好练习后 我们准备出发 你不知道比基尼的 比基尼的差别 就是有比基尼 你就不用拿东西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直接我们等一下是从这边嘛 这条对不对 嗯 对 这中间这里 再靠右边一点 因为太左边是航道 航道 对 这边有 对 隆栋港的航道 所以我们会靠右边一点 好 我们现在要往外走了吗 对 我们到离岸边 差不多15公尺远的地方 还开始滑是吗 对对对 在那边挤好 好 我先把脚绳弄上 对 在做我们脚绳生命神后 要先系上 我的习惯都是 我到底放到水 不管冲浪什么都会弄脚绳 好清澈的海水喔 还是喜欢这种跟大自然相处的感觉 好 转起来 好 转起来 好 转起来 哦 呀 这个好软喔 跟我们划那个 拨迁的不太一样 应该是硬板 对 硬板 硬板比较 轻松 它会更好划 对啊 诶 欧夫问一下 可以是 我们这边的地形 是很适合玩 这个SUV 是吗 就是它 以东北小海岸来讲 如果今天的风向是OK的话 它可以抵挡很多浪 所以它里面非常地平静 哦 就是在里面是可以很好玩的 教练说 在龙洞湾内的海域很平静 就算是第一次尝试SUV的新手 也能上手 不过接下来 就要准备挑战滑出龙洞湾 右转进去说 开始就会比较多 胶石型跟浪花 好 尽量避免 就是走到岸礁 好 有些海浪会把岸礁盖过去 对 所以你要集成预判 30公尺远能不能岸礁 好 去指导 啊 问一下哦 正眼路线 它这边的地形啊 靠近礁岩的地方 它是属于 流是往外拉 还是往里推 它的流 往那里 对 往这边推 所以靠近石球这一边 石 但是整个湾内会比较普通 对 靠近石头那边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任何动静 对不对 没有 反而靠地 只要那边的流 我会比较普通的 那边流 哦 OK 哦 是 哦 是 哦 是 哦 浪来了 前面要出这个甲湾了 我们出了这个甲湾出去以后 就会面对到真正的太平洋大海了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在湾内里面受保护 但是只要一出去 你就没有任何的保护 但你就要绕 绕这旁边的线绕过去 试试看 找龙洞 你看真的龙洞在哪里 哦 耶 现在有几个路线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从最外围绕 还有一个就是选择摇滚区 但是摇滚区也有一个好处是 你一进去那里面你会被 挡住外围的胶岩挡住你 所以那也会比较好一点 我看到我的目标了 这太难了吧 带你 带你 那一件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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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的岩石 真的蛮适合攀岩 我们到龙洞了 海湾一人 喂 台湾第一点 我看到我的目标了 海上行踪 不是 诶你看 你看 我捡不捡得到 我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可以 完美 你不要再乱丢了 自己吃的 应该是草米粉 还是滑到 我把它撞起来 再次呼吁 真的不要乱丢垃圾 保护这么美丽的天然景观 是人人有责 嘿咻嘿咻 用力往前滑 来到外海 更是对体力 耐力 还有意志力的一大考验 不过教练说 今天算我们运气好 因为要前进龙洞 得靠天时地利人和 要是遇到风浪太强 根本滑不出龙洞湾 感谢老天保佑 让我们顺利朝着神秘的龙洞前进 整个人被碧海蓝天美景包围着 虽然累 却也是 最难忘的享受 对玩家来说 这个点大概 你给满分五颗 对 难易度来讲几颗 玩家来说 真的是你快到五颗了 快到五颗 快到五颗 八颗 对 天气 那你这边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那边再看 再看 再看之后 可以到海蓝到那边去玩 对 对对对对对 这两个我们都带去那边 这里真的 这里会有人要参与吗 有 这整片都是可以 喔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 叫大理 那一个 那一个 很漂亮 底面很难就那一支 那一支 太难了吧 大理好 那一片 慢慢的开过来这边 好 还有等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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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掉不要掉 不要掉不要掉 yeah 我们现在在就是 大家说的龙洞龙洞 这里就是龙洞 OK 我们现在看 这边有一个 但我们现在可以找到 我们刚才从这边往里看 我们刚才从这边往里看 然后 那边有一个 听说它这里是一个国际级的攀岩场 我先过去看一下 哇 又来了一个没来过的地方 最兴奋的事情就是走一些没走过的路 其实这里的岩石 真的蛮适合攀岩 我们到龙洞 带你们去找一个好的角度 Let's go 一个传说中的 也不是传说 这就是龙洞 龙洞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里 它变成龙洞 大理堂 那边 好漂亮啊 Dragonhorn 它上面这里好像有一个很像龙头的地方 Anyway 真的是 东北角的 奇景 鬼斧神宫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帅 Go 到我们的海池洞了 哇 它其实这辈子也是可以攀岩 这是道德坦的 诶 诶 这个真的有人这样吊上去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 你看他们会有那个某桶 哦 有一个某桶 对 这个是蜘蛛人 这个是超级人的 对 超乖的 哦 对 这边很配合 好大 哈哈 这边就直接打一 还有耳朵诶 好潮哦 其实道德哥早就来过了 这就是他放的 我已经设计这很久了 对啊 我在十年前就把它丢在这里 已经铺好梗了 诶 好酷哦这个 我刚刚有看到它两个洞 好 再来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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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奉 诶 诶 借我上去一下 真的假的 你要上去喔 這應該可以 這個很簡單的 注意安全喔 這算好慘 加油豆哥 豆哥加油喔 但是我在想我的要怎麼笑啦 台灣第一點 但是我在想我的要怎麼笑啦 可以 可以 帥 帥 可以 你們可以回去拿便當我 那我們上面實在有點辛苦耶 好 讓我們帶一點 虛高臨下的視野 依然溶洞的真面目 再辛苦都值得啦 台灣第一點 辛苦了一早上 終於成功的 和溶洞粉洞近距離的接觸 侯夫說接下來要挑戰跳水的秘境 好好犒賞一下 當然別忘了安全第一 有教練帶才能玩得盡興 好 來 現在能見度超棒 能見度超好的 而且在能見度很好的時候 感覺就是跳到頂 好了 我要跳囉 加油 來 GO GO 好囉 可以嗎 可以喔 因為他水很乾淨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 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一樣 你會感覺好像跳到底一樣 你有跳 真的假的 你身上的衣服很小健耶 會不會掉 來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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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你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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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你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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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 dürüst 黑蟹 抗26 T maintained 我們這個跳的秘境 有一個 signed otonou 好 很多時間 irgendwann 正中午跳 一定 因為 unserem 人神 到水面 大概只有個 好啦 3米啦 真的 大概3米 但是你看到水底 我覺得大概有6、6、7米 10米內 5到10米之間 配桃的話又更高分 漂亮 後側 妳算滿猛的 妳跳幾次了 這裡 不記得耶 中間 老司機了啦 難怪啦 必須必須 難怪了 這奇怪怎麼完全的面部改色 好 我看我們來 OK GO 好 走走走 我們現在要去看 趕快吃飯好了 可以了 好煩喔 吃飯之前還要滑回去 不管你吃飯一個臉呢 好 好啊 走啊 那我可以在最後一台嗎 因為我沒有要送了 老司機 還有一個是我的 碧海藍天 台灣 這個海洋之島啊 擁有了許多珍貴的資源 還有最迷人的景致 學習如何在維護自然的前提下 用最安全的方式去享受 去擁抱這片海洋的美好 相信更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加油 我們相約 龍洞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